在水庫完工的時候 排鴻量只有一萬一千四百 那在葛樂里颱風五十三年來 那個下去的地方 它們最深的地方 本來是排鴻這兩個發電性水流 所以現在這個發電流 這個就增了 然後它那個取水點 現在是水下 這邊有13根水 一百六十七的標本 那我們現在是220 所以它們是七公尺 三公尺 三公尺深的地方 我覺得你在這個地方 一個排鴻沙的努力 對 這個是舊的契機 因為最近高雄缺水 所以高雄市政府現在已經支持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重新再對話 再評估 看看能夠得到能力的支持 我們就會對到 現在我們台灣 請接我們台灣最近的 平均我們每一個人用水量多少 最新的數字是 人均用水量是268公升 太高了一點 對 所以總統給我們的目標是250 我們自己的目標240 這個目標年是109公升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往前 我看這幾年來賺得不多 從91年的287公升降到268公升 19公升降了20年 那跟總統報告 這個裡面有幾個東西 所以我們好像 那的時候還做到265多 不是 有些這些那個這個評論 沒有辦法測速 我們因為有過一次經驗以後 酒水的意思 那一段時間好了 可能現在又放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